个人全能的比赛是获得第四名 前直900开场 540团身前空翻两周 前期百二接前三百六 像之前韩国选手是前七百二接前一百八 他的连接加分呢 跟黄玉国都是零点一 但是黄玉国的前三百六要比一百八的难度价值高 结束串 同身后空翻两周转体三百六十度结束 这套动作发挥的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几位选手 不管是朝鲜还是日本还是韩国的选手 表现都不如他们在预赛当中那么好 所以黄玉国这套自由操比赛结束之后 是有希望超过他们的 刚才我们看到像朝鲜的李四光 还有梁鹤山 包括日本队的选手 白锦圣太郎 他们的完成分都只有 都在没有超过八点二 而黄玉国呢 在难度上不输他们 完成质量也相当不错 目前排在第一的是邹凯 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选手申东炫 申东炫能够排在第二 是因为他的完成分给了很高 9.0 他难度高的只有5.9 第二名十五点三零分 最后上场的是日本选手